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亲爱的朋友买系列 我是你们的老炮友版本 你们已经看到标题了 什么绕换20 哎呀 怎么说呢 这可能是我玩过的最敷衍的一作什么绕换了 整款游戏从头到尾都透露了感攻和嘲笑了事 尤其是剧情跟结局 还不如让AI来写可能会更好一些 一般剧情该有的什么 启程 转折 大起大落这一作完全没有 全程就是单机DMZ模式 往这边的一盖就完事了 更比例说这游戏卖小500啊 敢问各位玩家 这500块钱干什么不好啊 我一开始以为 20能烂到哪里去了对吧 总不可能比CUD18还垃圾吧 您猜怎么着 我个人感觉还真的不如18 好歹18那可都是线性的剧情 没给你搞开放时间的一套 而且18的CJ都不掉针的 20的CJ时不时会卡顿 非常的影响体验 还有就是18还有无缝衔接的转场 不知道比20高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从这一作上 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优点 哪怕是一点 接下来我就来详解说说 剧情还有哪些无法令人 难受想吐槽的地方好吧 先给你们看看一个最难崩的bug 就一张纸 卧槽 是什么反回任务 我导弹飞出去了 你跟我说离开的任务区域 哎 咋的导弹是人是吧 啊 你刚我离开任务区域了 我人坐在A3O森林 我人没走 我 那么导弹是本体是吧 我 量子纠缠 我操 哇 这贴图 你敢骂我 大猪逼 你都买4D20 你能聪明到哪里去啊 真的是 WTF 你妈了个逼生子儿了 是吧 你 强强 还打不死人了 灯也打不坏啊 不是 你给我夜市机不就是为了让我打灯吗 那我灯也打不坏 我带夜市一干啥 我他妈导弹都飞出界了 你给我判定我离开任务区域 你们只字组是真懒狗啊 空气箱都不愿意给我摆一个是吧 像这样离谱的毛病比比皆是 我们接着往后看 我们先说画面 它的这个剧情画面不如CUD19 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看视频 贴图糊成一图答辩 尤其是地面的贴图 还有脸部的贴图 感觉就像是开的那个最低画面 你知道吧 糊的不成样子 咱别的不说 同样的画质对比CUD17 17的画面都被捏好 好吧 17都是多少年前的作品了 还有就是剧情 这就是整个游戏最好笑的地方 这一座的剧情大家都知道 小马哥要来了 但是小马哥出狱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 他出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二把手毙了 我寻思这哪来的塞窝精神病啊 回了老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自己人崩了 我操你这 谁还敢跟你混啊 动不动就给自己的人生来两刀 哪个傻逼敢跟这样的精神病在同一个阵营 你告诉我 然后第二关开始 全部都是DMZ 单人 给你一个特别大的地图 让你做任务 哇 真的牛逼 谢谢你百忙之中敷衍我 如果你这都算剧情 那他妈原神都能成神作了 任务做完就下一关 有一书一啊 感觉还不如院子格勒呢 还有一关 小马哥接机 想栽张给这个拉法的组织 那个女战士 都明知道对面有恐怖袭击了 居然还跟着人家恐怖分子的套路来 您都是酒精沙场的战士呢 居然还要乖乖的跟别人套路走啊 小马哥都跳鸡了 你就跟着跳呗 也没有人拦着你 没准还能救一下整个飞机的人 对吧 还有后面的剧情 四年前抓住了人小马哥 诶 明知道人家要搞事 就是不杀 就是玩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像19的那个剧情啊 19的剧情也是 抓了一个人家的大毒枭 还给人放了 人家放完之后 就是搞事 就是闹 明明知道人家搞事 就是不杀 这是什么 圣母是吧 给人小马哥关监狱了 也没啥事 都抓了他了 给人送果拉格这一段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编剧是要想要小马哥活 但是又不想给人写死 写死了就编不了剧情了 尤其是20的剧情到结尾 到结局了 小马哥屁事没有 我连一根含毛都没有伤到他 没错 他还留着写后边的剧情呢 就你这个逼拉街剧情还想写《现代真正4》 你就烂尾到三完事了 真的 我都不想看了 你也别编了 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这个狗指剧情后面怎么发展 大家伙玩你20的这个剧情 脸上没有一点点表情的变化 尤其是肥皂死的时候 你们141比我的感情还淡化 镜头没 镜头都没有给 处理完了炸弹 就直接进入剧情 给人家挫骨扬灰了 不是 你们141 好歹 出生入死 肥皂半路驾崩了 咱别说队友的情分 你普莱斯的命不是人家肥皂救的是吧 你们没有喝过酒 没有落过家常是吧 你们哥仨没有半点的忧伤 没有半点的悲伤 感觉像是死了一个路人 死呗 大家都不熟 一死一死得了 真的给人家挫骨扬灰了 不是 你们哥仨又不是不认识对方 对不对 编剧 你他妈的没有玩过老的三部曲 是吧 啊 需要给你回放一下吗 啊 你看看人家老的三部曲是怎么处理感情戏的 啊 向我身体里面呈醒 啊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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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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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醉 你要去 现在 撒开我 我抱歉 不容易 蚊子,这边 20的编剧你写了个几倍啊你写的 首先他这个游戏战场上没有战场氛围 也没有什么大场面 更别说每一关的长度 有的关卡短的要死 就跟那个CVD19的第一关一样 飞个大战结束就完事了 比那还一天 人家捷机那一关 还有女长官潜入的关卡 咱别说二分钟吧 我可能十分钟就能通了 剩下几关开放世界只让你跑得够快 从这边任务点跑到任务结束这点 结束之后 我估计整个游戏的剧情 连两小时都不用吧 比人家生化危机三还要短 小马哥女金主那一关更是搞笑 杀到人家门口了 什么人女金主 等以为还有什么高端操作了 就是给人家海湾银行的账户冻结了 给人钱取走 然后女金主就急了 就全班托出了 那是我的钱 那是我的钱 不许都我的钱 不是 你们这个逻辑就搞笑 既然你能冻结人家的账户 肥皂也给人笔记本带走了 你就可以查到他之前给过所有人的钱的账户 对吧 你为什么不给人科尼集团的人全部都冻结了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账也不用打了 再给人小马哥的一行账户冻结了 人家小马哥就饿死了 接头 你们编剧不就这个逻辑吗 完全就是一个三流编剧整的烂户 知道困难 然后要141姐姐困难 直接到那就解决了 一点丰富的情感内涵 对立都没有立得起来的角色 反派没有狠劲 正派连复仇的欲望 我都没看见就跟过家一样 这剧情真的是从头乱到尾 目前来看 只能稍微惦记一下多人方面的剧情 比如说T组做的 这个僵尸多人的 还有僵尸 但是这个僵尸也有前车机 玩过CUD18吧 别跟那个CUD18的僵尸差不多就行 没准又是一个刷的内容 连彩蛋武器剧情都没有 就是进去刷枪 那你这僵尸做出来也没人玩 对吧 多人也没啥多人内容 就是把之前468的地图缝进来 然后整点什么CUD玩家都整的 什么提摩大司马吃也好 暴风模式也好 什么召唤多人内容不就互相设备 对吧 再给你整一个现在战争三的码头 刷去吧 目前来看CUD20的内容也就这些了 做了一年的大型DLC 拿出来付费卖500块钱 结果地图就是老的三部曲 然后单机机型就是 重置之后的复旦四科 武器更不用说了 19的枪搬过来 16的枪搬过来 考古学是吧 UI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有就是TTK变得更加刮沙了 画面变得更烂 动视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来做游戏 都不用我说是 隔壁的IGN都给你才四分 不是你们动视没有给人IGN钱吗 给了钱才四分啊 啊 合着人IGN本来想打两分对吧 我个人感觉两分还是高了 这部游戏一分差不多得了 他剧情能无聊到这种程度 三分差不多得了对吧 一分是情面 两分是IP 三分是情怀 你还给四分 还有一分是给钱了对吧 这肯游戏 如果是让玩家们觉得 连情怀都没有了作品 只能说太失望了呀 连以前的口碑都给砸了 我们再来看看IGN的原话 怎么说的特别好笑 这个使命召唤 现代真正三的单人剧情 是由多人游戏 部分中 乏味可陈 未经修改过的内容 拼凑而成的 好家伙他也知道 并不是该系列 所描述故事该有的样子 连三流媒体 IGN都知道 哎呀 剧情的内容是动拼新凑 拼出来的 我还以为你们不会玩游戏呢 只能说 哎 钱太好赚了 给你们个大地图 塞点AI 把DMZ那一套系统 套在单机游戏剧情里边 再包装一下 哎 那就是一个小500块钱的游戏啦 你这套东西谁不会玩啊 玉璧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成了业界的领头羊 玉璧的游戏 大多数都这样对吧 人家玉璧游戏 好歹还给你整点什么 支线任务 对吧 还有收藏 是吧 你这个连收藏都没有 大家伙只能闲着耐腾去 解锁点成就了 太无聊了 总而言之 这就是我玩过最坑人 最富演玩家 最让人觉得 没有游戏设计感 最无聊的一作 使命召唤 非常不推荐大家购买 如果你说 哎呀 我钱都 我就是喜欢CVD 我年年都买 他如果是食 我都吃 你如果是这种人 完全不在乎游戏品质 那你倒是可以买 可以体验 毕竟这种人也不多见了 对吧 IW养的孝子 那那真的是太少见了 好了 这期钱不要买系列 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聊什么的话 下期再见吧 好吧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 三连来一波 我也不介意 大家下期再见